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肖静文舞蹈团与蔡瑞月文化基金会 在毒品及青少年的议题上 已经持续有20年 在各县市的校园宣导演出 那么日前是到了高雄市合体国小 将毒品、网络成瘾等议题 结合了音乐、舞蹈还有剧场方式 强化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将代表梦想、希望和快乐气球一一捏破 象征侮辱帮派后 不仅会像傀儡一样被操控 甚至被喂食毒品控制行为 肖静文舞蹈团结合音乐 舞蹈、剧场和行动等多样元素 进行一系列的舞蹈、剧场式演出 期盼透过寓教育乐的方式 教导孩子要如何面对六大议题 我们的社会逐渐步入复杂 那科技借着3C的产品 其实很容易跟我们的孩子接触 他天天在苏州里面 其实妈妈并不知道 他已经在帮派的陷阱 而且是美丽的、华丽的陷阱 我们的孩子是无法分辨的 所以舞团就借着六支舞马 有针对帮派 有针对中措、家暴以及毒品 网路上瘾这几个题目呢 让我们的孩子从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角色 例如说立刻胡哲 澳洲的杰出青年 他经历了被霸凌的历程 其实是非常动人的 除了在宣导、反读、网路成瘾等等议题 最特别的是 演员都是用客语来演出 由于这场演出是透过客语生活学校所申请到的表演 校方希望结合艺术欣赏与母语推广 不但借此宣导青少年自我保护外 也将艺术及课语教育落实推广到校园的那个角落 之前的学校也有邀请他们来表演 那其实他们表演的内容 就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学生的一些生活的样态 那例如说他有霸凌的事件 然后家暴的事件或者跟毒品的有关的一些的问题的探讨 藉由戏剧的表演 然后让孩子了解这些东西是我们不该碰的 或者应该要怎么去处理 其实我们也在培养孩子艺术的欣赏的能力 那当然当中或许有一些比较尖色 不见得孩子完全能够看懂 可是在表达的方式 其实后来孩子都可以理解这些不该做的事情 或者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除了是一个奔兔语的学习以外 也是一个艺术欣赏的学习 肖静文舞蹈团与蔡瑞瑞文化基金会 在毒品及青少年议题上 已经持续20年在各县市校园积极宣导演出 累计至今已经有500场的校园巡回演出 超过21万学子欣赏 期盼借此强化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也能够培养他们对于艺术的欣赏力